人们常用夜路走多了 总会遇见鬼 这句俗语 来形容一个人同一件事做多了 早晚会出事 但这句话原本的意思 从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经常夜里外出 就容易遇到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我十九岁跟着父亲跑长途 路上遇到过很多的奇闻趋势 也有很多灵异事件 下面就报一下 发生在路上的故事吧 有一次 我和我爸在跑新角 那是大概零九点 装的货是两台新的挖掘机 从三一重工拉往新角 车是十七米五的大平板 就在一个服务机休息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 我记得我爸在睡觉 然后我把车开进了服务机之后 就叫我爸下车吃饭 他很困就没下车 叫我给他带点饭 去服务区吃完饭 走回来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撬棍掉到地上的声音 当时我也没在意 以为他们在换轮胎 就上了车 那时候好像是凌晨两点多 上了车以后 就让我爸起来吃饭 我就准备发动 把车的远光灯一打 突然看到对面的车 旁边站了三个人 手里全体地撬棍 他们围着对面车里 坐得一男一女 而后面还有三个人 两个人在歇备胎 还有一个人在放油 我爸说 快把灯灭了 赶紧走 我当时也没问什么 就赶紧打灯关了 然后加速跑个 事后啊 我爸才和我说 原来那是个团伙 专门干这样的事情 前几个人帮你糊住 后面呢 就放油 卸备胎 当时一只轮胎的价格 是三千块钱左右 油大概也是一到两千 所以他们胆子很大 一般也没什么食物 一个晚上 就能混个万把块 而且基本上没人报警 如果你报警了 挡风玻璃不保 还要遭一顿报他 当时听了 就觉得一顿的冷汗 或说之后有一次啊 我们也遇到了 我记得那是个夏天 也是在服务器停着 由于天很热 所以停着的时候 不能打空调 很耗油 然后就开着车门 锤着风扇 睡着了 我爸在第一层的卧部睡着 我在第二层 突然就被说话声超秀了 我从卧部上探头一看 两个人 一个人坐在主驾驶 一个人坐在副驾驶 手里都拿着洗过头 他们对我爸说 哎 兄弟 最近手头有点紧 从你这儿借点钱花花 我爸每一说话 就从枕头底下拿了包 递了两千给他 他说 就这点 我爸说真美了 刚刚加油啊 夹了两千多 货主又没给预付 这两千啊 是我们的生活费 都给你们了 真美了 然后他两个王八蛋 对看了一眼 说那好吧 相信你们一次 然后又拿了两百黄给了我们 说这是给我们的吃饭钱 然后就下了车 坐上了一辆面包车 糗了 有人肯定要说 你们怎么不反抗 哎 那种情况下 如果是你啊 可能你也不被反抗的 我爸以前和我说过这么一件事 那时候啊 我还小 一个车主在夜里四点多 被人把手砍断了 那时候路上跑半挂车的还不多 车也不大 如果货多的话 就会联系三个车到四个车 一起来拉这趟货 那天四个车装好货 一个接一个的行驶在国道上 第四个车行驶得比较慢 在最后头 因为他装车的时候 装车工人赶着吃饭 所以我爸他们就先走了 夜里十二点多的时候 三个车就停到了一家饭店 准备吃饭 就打电话问后面的车 怎么还不来 结果后面的车说 刚上路 轮胎就爆了 再修胎 让他们先吃 等他们吃好都走了 那车才上来 也是到了那家饭店吃饭 出来的时候 事情就发生了 那车主出来上车以后 发动 打气 也就是给刹车存气氧 然后下车检查轮胎 等载上车准备关车门的时候 一个人 突然拉走了车门 不容唤 那车主一看的情形 知道不好了 就双手准备使劲 把车门拉上 那个人也使力 不让他把车门关上 就在僵持的时候 又冲出一个人 一把西瓜刀 就砍在那车主的胳膊上 连续砍了两个刀 准备第三道的时候 车主本能地 用手挡了一下 结果 就被砍断了 然后他两个人上车 把车主的一万多现金 都给拿走了 后来 听说凶手被抓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撑的 第二个故事 有一次走国道 一夜里 路上没什么人 也没什么车 我爸开的车 我在副驾驶上看书 这一响 后面就超过来了 一辆小车 我一看 红色的藏塔大 然后我爸就说 哎 刚看到车近 才都没看到灯亮了 什么烧过来的 我就说了句 可能是从岔道过来的吧 过了一会儿 那车突然放慢了速度 它是刹车灯尾的 我爸就说 看嘛 一破车 少车灯都不闯 但是放慢了以后 就不加速了 大概只有三十码的样子 想超花车 他就不让超 行驶得非常慢 我爸当时就往左打方向 他也往左 我们往右 他也往右 就是不让我们超 我后我爸当时 头火了 但是也没啥办法 就这样开了好长一段距离 突然我爸一脚刷车 是急上 我一头撞上打烘玻璃 车里的东西 全被弹了起来 我忍住痛 问了一句 爸 咋了 那车里没人驾驶 我爸说 我一听啊 韩茂当时就像吃了伟哥一样 怎么可能会没人啊 我爸说 就是刚往左打方向的时候 塔灯 照到了他的倒车镜 里面根本没人 就在我们停车的时候 那车也停了 我和我爸都吓一跳 看前面的车停了 无奇马黑 什么都看不见 真他妈的紧张 然后我爸就说 滚踏踏 说着 就从卧骨后面 拿出了一根轿棍 说 走 下车了 我还不信就能把我们怎么样 然后我也拿了个锤子 跟着下车了 跟在我爸后面 手心里却是汗 我知道他也胖 但是在儿子面前 我爸也是不得一样 我跟朝那车走去 走得很慢 说实话 他们是真的有点不敢往前走了 那种未知带来的紧张感 可能只用你亲身经历了 才会知道 我对我爸说 来爸 咱们回去吧 万一有什么危险杂败 我爸看了看我说 走 回去 当时啊 我简直就是飞奔回去的 上了车 就赶紧把车门反锁了 直直地盯着那车 我爸说 可真闲儿 今晚啊 就在这睡了 天亮在走 我说 那你先睡 我盯着 然后我爸就到后面 我不睡了 我就一直盯着打车 大概过了有三十分钟左右 期间 我抽着两杯烟 所以不管下车 小便都是直接拿矿田水切的 就当我准备把瓶子扔出去 回头再看那车盒的时候 那车 好像在往后倒 我揉了一下眼睛 确认自己没看错 就赶紧推行我爸 说 爸 那车好像在往后倒 我爸也吓得不轻 起来就往哪儿来 我操 净溃了 说真的 我当时都要哭了 你没遇到过 根本体会不到那种口惧 心里就像有块石头在压着你 我爸爸起来打好轿棍 也让我把东西炒起来 说 那车 出来什么 咱们头一把 我当说外 那车就停了 离我们大概也就只有十米远 我爸当时真急了 拿开车门就准备下去 我看我爸下去了 也胆紧拿着锤子跟着下去 可没走两度 大车突然一个加速 跑了 我爸气得就像那儿穿袜子去 哈得 像吓我谁一样 打到老子弄死你 后来我们就回到车上 我爸说呀 今晚就别走 天亮再走 其实我知道 我爸爸一定知道那车是怎么回事 不肯和我说 跑下去 话说我爸十七岁就开始开车 在路上跑了 什么没见过 然后我爸就准备睡觉 但我没睡 就坐在车上 看车 放小偷 过了大概有十分钟 感觉前面有车灯的亮光 好像是好几辆车 心想了 应该是个车队 就不怎么怕了 就对我爸说 应该没事的吧 咱们继续好前开吧 看到前面有加油站 再停下 然后我就开得非常快 可能绝不提一百码 我们车 最高也就跑回一百二 我开了两个小时后 才看到加油站 把车停好 下车喜而怕脸 后来 我才听一位老驾驶员说 我们可能是遇到了鬼影路 就是先玩玩你 然后你脾气不好 要是跟着他 那你就回不来了 一定会出车祸 他们也遇到过 都没跟 他们 约是听老一辈 传下来的 第三个故事 那时候 是从海南装菠萝回来 说实话 我到那里的时候 才第一次知道 菠萝是那么敞出来的 一望无际的 全是菠萝 我们车 就停在那 工人 都是现摘现装 只要你能吃 随便吃 后来因为吃多了 嘴巴全是泡 他们也送给我们好多 还有哈密瓜 椰子什么的 话说 这海南 还真的是个好地方 话说我们装完货 就直接上了高速 到了一个服务局之后 吃完饭 睡了一会儿 大概那时候 是晚上九点左右 我开的车 可上了高速没多久 就下雨了 还是很大的那种 然后就开始刮风 又一又刮风 又下雨 我就把车停下 打了双跳灯 下来绑雨布 绑好了后 就继续开 速度在四十码左右 缝特别大 雨液特别大 打在挡风玻璃上 雨刮剂扇得飞快 根本就看不清前方 由于实在看不清 我就还醒了我爸 对我爸说 啊 看不清路了 雨太大了 风也大 我爸说 她停下来吧 然后我们就找了 一个急停区 行一下 打着手电 下车检查雨布的 接口和轮胎 就当我检查好一边后 都编了一边 从下面 就看到刚检查好 它编的雨布绳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解开头 绳子 搭搭的下来 我当时想了想 对啊 怎么解开的 明明拴得好好的 然后我就到另一边 又把它重新拴上 这一次 我拴得特别死 然后就准备尿尿 有一风大 头快尿到雨衣上 踢好裤子 我又条件反射的 冲车底卡了下 突然 我有手电光 照到被一双浅糊 那是一双 黑色的皮鞋 黑色的裤子 上脉身看不到 比车身挡住了 我擦了擦 脸上的雨水 又开了一下 我尖了 我用把手电 把车底扫回泥边后 什么都没有 由于雨太大 我以为啊 是我看错了 就赶紧跑到另一边 结果还是没来 但是我绑好的绳子 居然又解开了 我心想 这时有人故意 找我们麻烦 可是没发现 有人的动静 后面也没车 路上 根本看不到任何灯光 当时 我就有点害怕 心想 把绳子赶紧绑好 上车 就当我再次绑好 准备上车时 挑衍反射的 又照着家对面 还是那双脚 我当时就瞎弄了 说过上来的那种感觉 发音挂了后 都赶紧跑到车上 对我爸说 好 跑不去有鬼啊 我爸一听 说 哎 真的吗 看错了吧 然后我就把事情 和我爸说了一遍 我爸听完后 穿上雨衣 就下了车 他说 你从那边 我从这边 咱们啊 车尾碰头 因为车上就一把手电 被我爸拿着了 然后我这儿 又没光了 我和我爸来到车尾处 什么都没发现 我爸又说 你肯定是看错了 我说不可能 他 你看 那边车厢的绳子 又解开了 我快照着从那地方 说 来手电 我再寄上 就当我接过手电 不自觉地 又往对面看的时候 那双鞋 又出现了 我赶紧碰了一样我爸 示意他看过去 他把手电接过去 低头一看 又消失了 我爸没说话 示意我上车 然后又自己 检查了一样绳子 看有没有 其他地方的绳子 也被解开 之后啊 你上车 上车之后 我想说话 我爸就示意 不让我说话 我就脱了雨衣 准备睡觉 我爸就一个人 吸着烟 坐在架鼠位上 仔仔细细地 盯着倒车请 突然 我爸把头 凑到镜子前面 仔细地看着 然后猛地打火 划上头就走 无论早了 我爸说 看不清 他看一定有个东西 安后不就赶紧 从我爸的后边 看灯着镜 由于镜子上有雨水 根本就看不清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有一个人形的黑影 我爸说 别看了 走吧 之后啊 就把车加速起来 知道看不到了 那个黑影 车才慢慢地 降速下来 他对我说 以后见到 这样的东西 别去招容 后来 我在车上 买了很多 避邪的东西 但好像 都只是个 心理安慰而已 第四个故事 停下来 我来讲见 有次下午 走山路时 发生的事情吧 记得 好像是去年 冬天的时候 很冷 装的 装的好像是 一车的牙刷 路过四川的时候 什么国道 我忘了 全是山 路又窄 只能两辆车 并排走 那天早上 好像六点左右 天还没亮 下着很大的雾 能见度 也就七八米左右 没开大灯 只开了雾灯 和双闪灯 由于能见度低 速度很慢 加上一夜没睡 眼睛很不舒服 这事啊 一辆车 从我后面 抄了过来 当时我速度 大概有三十五码 那车大概也就 四十码左右 是那种单桥的 相识货窗 抄过去后 没发现什么 一直跟在它后面 突然 我发现它车尾 就是怕备胎的地方 蹲着个东欧 我开始引力看错了 揉了揉眼睛 又看了一下 确实怕这颗刀鞋 然后就叫我爸 起来看 我爸说 怎么像个黄皮子 我越看 也越感觉像 然后我爸又说 还有一只 我问在哪儿 我爸说 在他那片 我这角度看不到 我当时就有点 犀利发虚 都说这个东西 有些邪门 我就对我爸说 要不咱们抄过去 提醒他一下 我爸说不许 我们车身那么长 抄他需要时间 能见度那么低 速度快了 万一对面来车 怎么办 别抄了 按喇叭提醒他 然后我就按了两声 吹按 回音特别淡 那个车的司机 好像也没听见一样 继续在那么开着 估计他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爸就说 别按了 那个东西 好像在盯着着 我刚想往而看 我爸就说 别看他 听车 我一脚急伤 由于惯性 直接把我爸 从卧部 甩到了操作台上 他说 你怎么急傻 后面有车 怎么办 我低着头 情验不俗 我爸又让我把警告牌 放在车尾 二十米的地方 我下了车 放好后 就开始检查 我们车挂胃胎的地方 没发现什么异常后 又检查了其他地方 然后我就听到 我爸在那里笑 我就问怎么了 我爸没回答 然后活动活动了身体 就让我上车 在车里啊 我爸就开始 给我讲 黄鼠狼的事了 我爸说 以前他看过 几百只黄鼠狼 说那时候我还小 他和叔叔 一起跑长途 路过一遍荒地的时候 由于太困 就停下来 准备睡觉 那我那月亮 特别的远 就在我爸 脱衣服 准备睡觉的时候 突然看见 前方有一群 黄鼠狼 一个截着一个 过马路 很整齐 他们走两步 抬他头 看下月亮 走两步 抬下头 看一眼月亮 足有几百只 而且做着 同一个动作 有白的 还有黄的 走过去的黄鼠狼 全都钻到 一个坟洞里去 我爸就一直这样 看着他们 一个个地走过去 后来听我奶奶说 那叫黄鼠狼 拜月 我奶奶以前 也遇到我 听说 排的 都是常来听的 不过说实话 我不是太信 但是我们那边 却很忌讳推开 说完 我爸又对我说 我叫你不要看他 是怕他会记住你 你还年轻 前面那车 今天可能要出事 我笑了 表示不信 之后我爸就让我去睡觉 他来开 等我醒来后 都是中午了 车停在了服务区 下车洗漱好后 就去吃饭 气得那天 吃的很多 吃饭的时候 我爸跟我讲 就在那条路 大概离我们 一开始停车的地方 三十分钟的路上 看到之前 在我们前面的那辆车 侧翻在了路边 不过那司机没事 看他好像在路边打电话 我听后 表示不信 然后我爸就又笑 说你还不相信你老子 说实话 这事到现在 我还是有点 百姓百姨 第五个故事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跑长途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三百天在路上 重复枯燥乏味的动作 踩拥儿 按喇叭 换躺 看见对面有车 就打方向盘避上 看见没人的地方 就使劲一阵冒充 我从没出过事 还算比较幸运 我的哥们 几乎大大小小 都触过点眉头 或多或少 折些钱 当然 也有搭了半条命 甚至一条命的 司机不是个好职业 真不是 一辈子 没豁出什么人样来 虽说钱是挣了点 可我总觉得 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儿子 儿子长这么大了 见过我的时间加起来 超不过半年 每次看着我的眼神 都是怯怯的 让我觉得心酸 老婆每次 在我出门的时候 都恋恋不舍 叫生离死别一样 她说我只要出门 她就会提心吊态 生怕回来的 不是丈夫 是什么她没说 我知道 她不敢说 她不吉利 我每次都安慰她 跑了这趟 就不跑了 可是每次 都没算数 有什么办法呢 那康明司 十几万的 停一个月 光费用就一千多 那不是亏大了 虽说可以暴停 可保养 还是要花钱的 所以啊 我想在找好买主之前 还是继续跑 这是最后一趟了 因为我已经找好买主 五月份叫车 我很后悔 跑这最后一趟 真的很后悔 我去的是西双版纳 这条路啊 我跑得很熟 开始的时候 我和刘三一路闲聊 倒也没出什么事 连交警都没遇到一刻 刘三是个很不错的司机 跟我一样 有老婆孩子 他一直都是我的搭档 我告诉他 我准备不跑车了 他很惋惜 说那自己以后 不知道跟谁跑了 我说没关系 你技术好 争这样你的车主 多的是 他说 倒也是 我走的是川藏公路 到汉原和荣经的时候 要翻篱笆山 冬天的篱笆山上 是要结冰广 往来的车 都要在轮胎上挂电条 而且超过下午五点 就不准上山了 我们刚好在五点之前赶到 成了最后一辆上山的车 那天天气比较好 没下雨 也没起雾 路上也没碰到 平时三五成群 给过往车辆挂链条的民工 我们挺高兴 有这么好的天气 翻过泥巴山 再走一间 就到家了 想想老爸儿子 心里就很幸福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我们的车 爬到半坡上 居然熄火了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眼看得天渐渐黑了下来 我和刘三 跺着脚 轮流修车 山上 开始起雾 这种时候 不要说路上根本 不会有过往的车 即使有 也未必肯停 谁都知道 冬天的泥巴山 是一座鬼门关 许多车 在这里停下来 就再也动不了了 每一年 这里会翻掉 多少过往的车 悬崖底下 到底有多少 司机的尸骨 和汽车的踩海 谁也说不清楚 幸好 就在我们 快要绝望的时候 车修好了 听着发动机 突突的声音 觉得那笔世上 最美妙的音乐 还动听 雾 已经很大了 在白天 可能会看到 白茫茫的颜色了 晚上 则是黑的一片 只有灯光的光影里 可以看到 一缕缕雾气 在流淌 好像大地 都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山 没有树 世界一团模糊 零里以外 就只能看到一个 隐隐潮潮的影子 小神秘的沙 把人裹在里面 须无压抑地发慌 晚上和白天 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颜色不一样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白的 都一样让人憋得好 并且要不断地拿帕子 擦拭玻璃上的水迹 否则根本看不清 入面 我觉得累极了 所以让刘三来开 她接过去不久 就开始吓破 我突然听到了一声 很轻微的咔他手 凭经验 我知道车又出毛病了 我赶紧叫刘三刹车 其实用不着叫 经验丰富的她 早就在猛踩刹车了 我看见她脸色刷白 吃得不好 又看见她用力猛板手刹 而车 仍按在笔直的往前滑 越来越快 凭记忆 我知道这里是个大弯 我捡过方向盘 使劲往左打 但盘子却在手里 滴溜溜地转 刘三疲惫地说 没有 已经断了 我们呆呆地坐在车里 像腾云驾窝一样 我的脑海里 不断地闪见出 老婆和儿子的脸孔 我好想他们 好想好想 我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刘三就躺在我前面 已经摔得不成人形了 白花花的脑浆 也溅得出来 躺得满地都是 我忍不住 还是叫了台上 刘三 刘三 他居然慢慢地 睁开了眼睛 爬了起来 摔成这个样子 你居然能活 这家伙也沉险 他同样吃惊地看着我 你没死啊 怎么伤成这样 我摸了摸头 好大的一个洞 地上全是我的血 可是不痛 一点都不痛 刘三看着我说 咱们回家吧 我说 好的 因为我很想我的儿子 他快上学了 我要去学校 给他报名 我们把车弄上公路 他车已经摔得稀了 肯定卖不成钱了 可是我挣了钱 全都压在了这车上 没了车 我就一无所有 所以无论如何 我也要把它弄回去 我要给齐儿一个交代 之后 我和刘三把身上弄弄干净 就上路了 老郭在门口 看到我和我们的车室 几乎吓傻了 他兜兜缩缩地 把我扶下车 不停地说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我很内疚地说 车帅烂的 卖不出那个好价钱了 他却只看着我 反复念叨 人没事就好 他要我上医院前参 我说我没事 只是很累 想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 我把车开到修理站 修理站的人 看着那辆破车 哈哈大笑 说从没见过 睡得这么烂的车 还想修啊 他们问我 我说当然要修 我要把车修好了 卖宗前 给儿子缴学费 可他们只检查了一下 就吃惊地为我 你刚才是开车车来的 我说是啊 你们看着我开来的 他们更吃惊了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说这车 根本不能开 所有关键部位都坏了 连动都没法动 而且油箱也破了 里面根本就没有 你怎么开 我也很奇怪 闷想到会摔得这么彻底 可我的确是开来的呀 我就示范给他们看 在院子里开了一大圈 他们个个都带着奇迹 异样的眼神 我在院里 稳稳地开了一圈下来 一个修车工 接着上去 但是片刻他就下来了 根本斗不了 他无可奈何地说 一边佩服地看着我 这个修理厂没法修 我只好又把它开回去 不料连找的几家都一样 最后啊 我只能把外壳修正号 重喷一电击 希望能卖它 可是连找了几个买主都不成 这车啊 仿佛是赖上我了 只有我才发得多 其他人一上去就傻眼 连看着儿子啊 快开学了 学费还没着漏 我心里越来越焦虑 到什么地方弄钱呢 现在这个问题 成了我的一切 我仿佛就为这件事而活着 现在的学费越然越贵 我必须给他挣扣足够的钱 可是到哪里去挣呢 我忽然想起了挖矿 我们这里有座山 称为团宝山 它山上全是值钱的铜矿 千辛矿 有很多矿山老板 靠着这座山发了大财 由于地势险 在山上采矿很危险 所以矿工们的工资 一般都很高 一个月有一两千块 但即使是这样 也少有人愿意干 因为那是我而命的话 我准备去挣矿工 老婆死活不让我去 她说那太危险 没钱也一样可以过吗 她泪流满面地要求我 我几乎是咆哮着推开她 不顾一切地上了身 在山上我很卖力 没人敢去的地方我去 没人敢做的事情我做 危险也不是没遇到过 有一次我从高空运矿的 缆车上掉下去 落在湍急的河水里 所有的人都说 我肯定玩完了 从前掉下去的人 全都石骨无存 没想到 我居然就从河里爬了上来 矿上的人都是我命大 我没说话 我怎么能死呢 我还没给儿子挣够学费呢 在这里干活 我从来不觉得累 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一样 精力充沛地让人吃惊 由于我肯冒险 常常爬到一幕都飞不上去的地方 所以很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富旷 纤细海量提高 简直就是一个跑地 工友们常常羡慕地看着我 从山顶下来 拖着一车块 然后到老板手术 快取一大碟的钞票 我挣的钱是他们的好几倍 他们眼红忌妒 却不敢效法 独了我 没人能爬到 那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即使有拳套最婉择 最嫌弃的登山设备 也不敢 他们怕摔得粉身碎苦 有时候我拖着矿下山 就听见他们切切私语 说我简直不是人变的 他们是忌妒 我知道 快到夏天的时候 我已经挣了五万多块 儿子从小学念到高中 这钱应该够了吧 他高中毕业 他也已经算把大人了 这段时间 我的状态越来越不好 经常觉得累 头痛 莫名地痛 人虚拖得厉害 像他泥一样 仿佛倒下去 都再也爬不起来了似的 我决定再干几天就下山 从上山到现在 我还没回去过了 不量老过来了 我把钱交给他 他捏着厚厚的一叠钞票 泪水顺着脸不停地往下流 我看着他 他抬起一双让我心碎的眼睛 我默默地看着 突然觉得心里一阵的憔痛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 他终于开口了 你放心走吧 我会把儿子太踏踏 他说着就泣不成声了 怎么回事 我问 有人在迪巴山 看到了刘三的尸体 还有你的 他终于嚎啕大哭 我去看过了 确实是你的 我的脑子里一阵鸿鸣 我的确已经死了 我在牙下看到我的身体 已经生了蛆 我的老婆和儿子 是孤儿寡某 我不忍心 他们这样可怜 真的不忍心 然而 我该走了 第六个故事 我是一名 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 一天能挣好几十万 说到这里 一定有很多人羡慕我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看似稳定的生活 也存在着一些隐患 比如说 我一个月里 差不多有二十多天 头在外面跑 在家的时间是少之又少 正因为如此 我和妻子聚少离多 为了工作 我无法照顾家庭 所以 妻子跟着其他男人跑了 除此之外 在跑长途的途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这也难怪了 因为我们跑的路 都比较偏僻 有时候在大山里 根本就收不到信号 所以出门在外 什么事 都有可能发生 而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就到从我入行 开始讲起来 我刚入行的时候 还不到二十岁 那时候年轻即盛 什么都不怕 也没什么文化 还是我叔叔把我带入行 刚开始想着为家里多捉铁钱 毕竟家里兄弟姊妹比较多 就想正年轻多跑跑 哪怕是没日没夜的跑 也不怕 不过在跑长途之前 师父曾经跟我处复过 这出门在外啊 一定要多加小心 如果跑到偏僻的路上 记住 千万不要下车 阿瓦知道 那些偏僻的地方 怕遇到抢劫他 我说道 师父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眼神里 晒出着油光 一张老脸皱在一起 想说什么 又欲言又止 只见他的喉结上下捆动 最后挤出几个字 总之啊 千万不要下车 开始的时候 我总以为 师父年龄大了 啰嗦 也是正常 自然也没把师父的话 放在心上 我胆子啊挺大的 也没什么顾忌 开着大卡车 逃着第一个牧地地而去 我第一次跑车 是要把货物送到工厂 这一路上也非常顺利 我把货物交给了对方 还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费用 这是我人生中赚他第一笔钱 当时我高兴极了 接下来 我要把车上的货物 开往第二个目的地 这第二个目的地 在一个大山里 我越往里走 就越偏僻 倒入远旁 荒草丛生 人际海质 好像这座大山 根本就没有居民生活过一样 只是看到大山下 一些稀疏的民房 寂静地处立在大山中 倒也涂增了 几次荒野 不过当时我得到了第一笔钱 心情大好 心想再扭力一把 把车开往目的地 下了货 就能拿到第二笔钱 虽然这工作辛苦了点 不管来尖快 也相对的危险 几次来后 我观望了一下 大山里青山翠绿 沟壑深幽 不见城市中的悬响 让人心情异常地沉静 仿佛来到了一片 心灵的乐度 从我开进山中以后 就开始下起了毛毛小雨 使得整座大山 是如烟如雾 有这种另外的朦胧美 两旁的树林 峭壁上的猴子 摇曳的野花 全都一股脑地跑到了后 这种大山里久违的美景 让我如同回到了家校 沙路驱着 很多弯道转折 都在视线盲点 往往车祸就在这种地方发生 我也知道 在美丽的景色中 低头就是悬崖 所以我也开得特别小些 以至于精神高度击重 渐渐地 太阳西沉 火红色的余晖洒下来 我顿时感到又累又饿 就把卡车停在了路边 反正这个地方地处偏僻 少有人来 我坐在车上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咖喱和水 大口吃起来 这也难怪 我出来差不多 跑了有大半个月了 基本上都是在车上吃吃咖喱 大半个月没吃肉了 难免糟的话 忽然 我看到窝远处吹烟升起 看来有人做饭 要不我下车去 找人买点饭时 起码能吃个跑 我身上有不少钱 这样想起来 心里的胆子就壮起来了 我朝着吹烟的地方向前走 发现那是一个 陈旧腐朽的老宅子 还有一股 如多死人发霉的味道 屋子也是很古旧 不过看上面的雕花挺讲究的 我想 说不定是山里一户大人家 指不定有什么好吃的 除了腐朽的味道 我还闻到了一股肉香味 心想这家人一定是杀猪采羊了 我兴奋地敲了敲门 古旧的大门发出沉闷的声音 有人吗 我叫了几声后 开门的是一位妇人 这位妇人 门心上有一颗痣 整个人长得凶巴巴的 以至于我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有什么事吗 你好 我是考车司机 经过这里闻到有肉香飘出 所以我想能不能 我把来意说明后 妇人低音的 进来吧 我进院后 踩在老旧的院子里 发现这里啊 蒙着厚厚一层的灰尘 屋子居然两个床子都没有 一阵风吹来 让我顿时感觉浑身阴寒无凭 你等会儿啊 说吧 妇女就进了屋 在厨房里骨刀一阵后 端着一大碗肉汤出来了 这骨肉香早就让我垂涎三尺 还没等妇女说话 我就开始大口吃肉 大口喝汤了 没多久 就把她一大碗肉汤 全都吃完了 吃完后 只感觉身体很累 眼皮子也睁不开 就听到妇女的声音 在我耳屁响起 既然累了 但就在我这里住一晚吧 反正我是一个人住 这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了一阵打斗 还听到我大师兄说话的手机 不 正确来说 好像是我大师兄 在跟什么人吵架 然后又打斗了起来 我本想睁开眼睛看一看 可惜眼皮子太沉了 根本抬不起来 就这样等我醒来后 才发现大师兄 竟然真的在我旁边 他浑身世上 一点疲惫地看着我 有些怨气都说道 你这个臭小子 幸会师父让我过来 不然 你这条小命就没了 原来 昨晚的妇人 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山里的山精 这些山精 喜欢西施男人的杨迹 会化为妇女的形象 用各种手段诱惑 而我年轻 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种邪门的谁 我又看了看 昨晚诸国的大柴子 肯本就是一片坟地 一幸会大师兄 及时砍到 不然我被山精 吸干的阳气 推到小面了 就真的没了 难怪之前师父 跟我说话 吞吞吐吐的样子 其实不是师父 不想说 他是想让我自己 捂党一面 现在遇到这种事 真的是心有余悸 现在想来 还会出一头汗 到从那以后 我再到偏僻的地方 就再也不会 随便下车了 第七个故事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 是云南区境人 其父是区境驻军的领导 据说区境不同铁路 人们出行和货物运输 主要是靠长途汽车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件 发生在区境的 真实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一次一个区境 长途运输公司的司机 在驾驶长途车时 违章驾驶 结果发生了车祸 撞死了一名少女 这个少女是个山民 父亲草王 她一直和老母亲 住在山村里 相依为民 本来这田少女 是出来买东西的 却不幸遇难 而肇事司机 却流之大气 老母亲悲痛欲绝 根据山上路人 看到的车牌号 夺方辗转 到区境去告这个司机 可谁知肇事司机 是个有门路的人 被害者又只是山村的 一个无依无靠的山民 于是肇事司机 打通门路 最后的结果 就是让肇事司机 赔给老母亲 两千元了事 老母亲眼看 状况无门 只好痛苦地回去了 几天后 老母亲莫名其妙地 死在了家中 所有的当事人 都以为 这件事情 就这样结束了 可恐怖的事情 却刚刚开始 肇事司机 所在的运输公司 是区境最大的 月输公司 有一个大院 像其他呆位一样 大院的门口 是个传达室 传达室里值班的是个老头 一天夜里 老头像往常一样 在传达室里看电视 突然发现 船户外面 掉下来一个 白乎乎的东西 老头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个 满脸是写的白衣女子 一头长发 头愁吓得 从房顶上处于了下来 贴着窗户 定定地看着他 老头激活被吓死 大叫一声 得冲了出去 第二天 老头跟上班的人 说起这件事 可谁都不信他 大家都以为 这老头疯了 可老头 却说什么都不干了 持续工作 就回了家 又过了两天 大家把这件事都忘了 一再晚上 几个值班的人 在大院的楼里打牌 突然 面对着窗户的那个人 突然不动了 眼睛直直地 顶着窗户 嘴角直哆嗦 其余的三人 顺着他的目光 往窗外看去 赫人发现 那个长发牌衣女子 就头手下的 爬在窗户上 看着他来 这些人当时就炸的锅 没命式地跑路 第三天 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 在联想机前几天 传达室老头说的话 一时闹得是人心惶惶 没有人敢去跑车了 运输公司 处于半停业的状态 几天后 这件事情 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趋静的长途运输 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为制止群众恐慌 趋静市政府 决定出面辟谣 挑了一个好天气 徐静市的某部门领导 带着诸多随行人员 以及媒体 一起到了那个少女的下葬处 要开棺验尸 棺材被挖了出来 棺材盖被撬开 然后令人恐怖的一幕 就出现了 死了一个多月的少女 在没有任何防腐措施的条件下 尸体竟然没有腐烂 像活人一样 而且人能发现 在少女的嘴里 叼着一根草 根据当地古老的说法 只有冤死的人才会这样 叼着这种草的人 就会化成利盔 更可怕的是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 少女的嘴里 竟然敞出了脸颗獠牙 这一下大驾头晃了 本来是辟谣 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情 在场的领导研究了一下 腾计决定叫尸体烧掉 等快 一堆火 升了起来 棺材被牢牢地定住 扔进了火堆 结果在场的人都惊愕地看到 扔到火堆里的棺材 居然动了起来 死狐 是什么在剧烈的争承 而且 从棺材里发出了像 老鼠叫一样的声音 令人毛骨锁烈 心好 挣扎也好 死叫也棒 棺材 最后是烧掉了 从此以后 那个上面的鬼魂 就没再出现过 这件事情 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可后来听说 那个肇事司机 因为有一次酒后出车 把车撞在了树上 结果导致同袭的 另一名司机遇难 自己赔了钱不说 还被单位停薪留职 心情郁闻的他 在又一次的鸣顶大罪后 失足跌下楼 摔死了 这件事据我朋友说 当年在他们那边 闹得是人尽皆知 老百姓私底下都说 人可以欺人 他不可以欺贴 第八个故事 孟天我爸过四十岁生日 一些平日关系好的 亲戚朋友 使完饭 坐在一起聊天 大人们繁琐的聊天内容 使我觉得越来越枯燥 就当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正上方的一个男子开口了 这人我自然认识 他姓李 熟人都喜欢叫他李老二 他是个货车司机 常宁开着货车 挖长途火约 我家里是做生意的 所以平时也少不了魂魂的 此时 只见他右手点了个烟夹着 左手用力地揉了揉脸 深吸了一口圆 皱着皱眉 缓缓地说道 你们相信这世界上 有鬼存在吗 此言一触 顿时吓住了在场作人 我也微微皱起了双眉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他见众人被他的话震住了 就摇着头 洗了口烟又说头 你们相信吗 鬼 真的存在 我老爸有些激动地 看着李老二说道 呀 走吧 难道你见过 李老二又是一阵 摇头苦笑 他吐了口气 望了眼众人 威闭了下双眼说道 不但是遇到 我还差点喜白乐 这时啊 一个平时与李老二 关系不错的人说道 怎么老子从来没听你说过呢 李老二又是一阵苦笑 这有些事想 我本打算绕他石身大海 不过我发现 他闷在心里越囚 就越难受 所以我觉得还是说准 让大家听听 我心里 也许会好受些 这事情 发生在三月四号大天 李老二刚一说出时间 就有人说道 哎 你那天 不是送货去重庆的了 对呀 那天 我的确是送货去了重庆 这事情 就发生在这路上 我没有上高速 而是走的老路 回来的时候是晚上 我还清楚地记得 当时的时间 是凌晨一点半 因为我当时下车 撒了个尿 看了下时间 回车后 我又继续开车走了 模糜糊糊间 我就发现前面的路 突然间起了一层蒙固 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猜测 认为可能是天气原因吧 只是将车灯由近距调成了远距而已 我开车继续艰辛 结果突然发生了件事情 让我非常地惊讶 那路突然就散开了 老子眼前就出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马路 不管是路两旁的树木 还是路的形状 都是一不一样 当时我就冷汗流着一辈 整个人就像被水泡着一辈 大脑供养不足 一阵地悬晕 但是虽然这样 我有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这条路 只有一条是直通的 中间根本没有岔路 也不会有眼前这种 一不一样的两条路 这条路 我都跑了十几次了 我当时就心想 这回可能是遇到脏头响 我就停了车 走下来看了看 转了一车后 掏出手机只没打电话 可手机居然没有信号 我慌了 心中嚷不定的暗响 难道久走夜路 真的会见鬼吗 心里没有办法 就决定躺在那儿 明早再走 就在我上车的几半钟后 身后便开了一辆小车 只见小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从小车上下来了一个 大约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他走到我的车窗旁 瞧瞧瞧车窗 室友开窗 我打开车窗后 他便说道 哎 兄弟 有米没有 我心里一阵 心想 这人有病吧 抛过来问问要米 不过我又一想 难道这人没有被眼前的路 真惊到我 但我知道 米我还是有的 在后车箱里 就是我拉的货 我还是点头 事意有米 那人见我事意有米 嘴角便微笑了一下 我下车到车厢处 打开了一袋米 便问他 哎 你要多少 给我两把米吧 哦 我当时就抓了两把米 低费他人 他抨起双手 接了过来 然后便倒入了 他的裤子口袋里 男人转身重了 我说道 等会儿啊 你站在我身旁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生长 我点了点头 绑好问米袋 跳下了车厢 那人便领着我 走到那奇怪的 两条路前 说是迟那是快 只见眨眼供奉 就见那人手中 已经掏出了一把大米 甩手 就将米丢进了 那两头的马路中间 奇怪的事情 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明明还是两条的马路 缓缓地 像一条合手而聚 哇的 当时老子的嘴眼 都张得有一尺长了 心想 这不会是在眼电影吧 不过这些想法 随即就被惊恐感占领了 额头上的老汉 突然像瀑布般的游下 眼前的路 慢慢合为了一条 而路两旁 明显的就是 十来米深的山沟 这要是开下去 不死 也得爬成皮啊 那边又逃出了 一些大米 分别在那条路的梁炮 画出一个叉 做完这些后 就见那人朝我走来 对我说 你不用太害怕 这是鬼遮掩 也可以叫鬼挡漏 都是些孤魏野鬼干的 这些事情很正常 开车的 几乎有点运气的 都会碰到 如果你懂这些 那么就没什么好怕的 不懂的 或许你的运气 就来了 是伤是死 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破这种书很简单 就是要大米 或者车上画点红布 或者避兮物件什么的 好了 我也该走了 那人走后 我又独自一人清醒了一下 心里波涛汹涌 动荡不安 看见自己最近这运气 有点悲呀 随即我也开车走了 后来的好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再跑过车 第九个故事 这件事说起来 还得从多年前讲起 那时 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 那一年 我刚刚参加工作 在现阅书公司 当卡车司机 当时全县有两大派 火炬派和海燕派 阅书公司的员工 大多数都是海燕派的成员 我虽然对政治上的事 不顺理解 但也整天除了工作 就是上街耍大字报 要不 就是和火炬派的人大辩论 有时话不投机 甚至还和他们打在一起 刚进初秋 因为县里要搞三大工程 我们单位的工作 开始紧张起来 公司抽掉了十多个年轻司机 组成了年轻突击队 到二百多公里外的临线 拉建筑材料 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 因为只有我一台车拉木料 所以车队每天出去 我和伙伴们 只能在一起 走一半多的路程 然后他们分别去 采质场和砖场 我则走另外一条路 去一个兴门镇的伐木站 而回来的时候 则是我一台车 单独行走了 在我所在的县城 到伐木站 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公路 是一个大大的S形 下公路后 再走十多里的相间路 基本上是条直线 在和车队一起 跑了十多天后 我就单独驾车 走相间路了 这样一来 能节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回来的时候 我还是走公路 以为车子再重 走相间路不安全 更重要的是 走相间路 要路过一片 大大的乡村墓地 那里有上千座坟营 白天开车如果我不害怕 但晚上回来 我还是有些胆怯的 但也有两次例外 而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次例外 居然救了我两次性命 第一次是我装车后 那时已黄昏 刚要开向公路 忽然有一只大白兔子 出现在我的前方 出于好奇 我就开车撵了上去 当过司机的人都知道 兔子喜欢走直线 特别是有光亮照射的情况下 它会沿着车灯的光照 一直流跑 学到累死 所以才有傻兔子的名声 不知不觉中 我追了很远的路 这时一眼一睛 完全黑了下来 那只兔子终于累了 不行了 就在一个墓碑旁停了下来 这是我在意识到 我居然走的是兴建路 而且现在 就在那片墓地间 我不禁浑身打了个老寨 它还是壮着胆子 走下了车 因为一只白白到手的兔子 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这时 那只兔子几乎累死在那里了 我拎起它时 无意中还看了一眼那座墓碑 时刻的 小秀文三个字 落入我的眼内 我想 里面埋的一定是一个老太太 我在心里说了声 打扰了 赶紧上了车 然后玩命似的狂奔而去 回到县城后 我才知道 我哪里是捡了个兔子 分明 捡了十条命 原来 我每天必经的那条公路上 的一座桥梁突然坍塌 就二十多辆车 以为发现不及时 而车回人望 而事发的那条事件 正是我每天路过那里的时候 那天回到家里 爸爸妈妈看到我 一下子都哭了 我也识得后怕 那只兔子 我没忍心吃 爸爸 把他埋了 那是救我命的 一只兔子 第二次 是在二十天之后 那天 法木寨所在的生产队 集体开了家 酿酒作坊 因为相处时间长了 生产队长 我们都已经很熟悉 他热情地 留下我喝酒吃饭 走的时候 还偷偷地 塞给我一小豆白酒 给你家老爷子喝 当我坐进驾驶室的时候 才知道 时间已经耽搁了 两个多小时 而且酒力 渐渐发作 说不清 是什么原因 我鬼使神差地 驶上了相间路 当时心里 只有一个想法 可快回家 然而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走了不长时间 汽车突然熄火了 我试着弄了几下车 但车子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有些傻眼 因为那时 我刚刚开车不久 一点修理技术都不会 这里 正是那片墓地 而且就是我上次 捡兔子的同一地点 路边那块墓碑上 乔袖文三个字 清晰可见 再开四周 朦胧夜色下的 一座座坟营 像一个个小城堡似的 里面 仿佛有无数个眼睛 在偷偷地看着我 我捧着抓紧那桶白酒 咕嘟咕嘟地喝了十几口 然后最早才驾驶失礼 第二天早晨 太阳升起老高的时候 我才醒过来 看见了几个 正在远处收割庄稼的农民 我的心才稳定 我又弄了弄车 还是找不出什么毛病 就只好徒步走回了房屋站 站里给派了位 有经验的老师傅 遗憾的是 这位师傅 也没有找出什么毛病 于是又回去 找来一辆拖拉机 把我的车 拖回了房屋站 经过转一番折腾 一天的时间 就转要过去了 三天之后 我终于开车回到县城 然而这里的情景 却叫我大吃一惊 这间城里的主要入口 全部由解炮军把手 一辆辆挂着省城牌照的警车 不断地呼啸而过 回到呆位 才知道火炬派和海燕派 发生了武装泄斗 私伤两百多人 结果呆位就有十八个人云南 回到家里 五金哭着说 苍天 有眼啊 你的车要是不坏 说不定你现在 那天之后 单位就停产了 县里的三大工程 也搁浅了 时光恍然地逝去 而且 我已经由当年的毛头小伙 变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 有老婆 有孩子的中年 2003年春节后 父亲患了不知之症 在他弥留之际 母亲就对我说了一件 令我震惊的事 孩子 你不是我亲生的 原来 母亲和父亲不是原配 四十多年前 父亲和我的亲手母亲 都生活在林县 在我出世后几天 我的亲生母亲 因为产后感染而死亡 一年后 父亲娶了寡居的母亲 再后来 父亲工作调动 我们就搬到了 现在的这座城市 母亲之所以 要把这件事告诉我 是因为根据乡下的习俗 父亲只能与她的原配夫人 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同葬一血 一个星期后 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叔叔的一令下 我们疫情送丧的人 来到我老家的墓地 叔叔指着一块墓碑 对我说 这就是你的亲生母亲 我一下子就呆住了 重重地跪着下去 我喊了声 妈 之后 别嚎啕打哭起来 直哭得甜婚啼 那墓碑上 刻着清清楚楚的三个字 巧秀文 第十个故事 这个事情 发生在好多年前了 当时是我叔叔 也就是父亲的一个兄弟 从俄罗斯回来后 给我们家人 讲述他的这段经历 我叔叔啊 那些年在俄罗斯的 一个车队里 开货车 当年的五月份左右 开着他那辆右侧驾驶的货车 行驶在一年 不知道要跑多少回的路上 那天发生的事 却打破了他一辈子 无神论者的想法 他回忆说 送完货 在返回的路上 当时是下午 他在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 发现路段 开始起雾了 能见度 在一百米左右 进入误区后 他发现前面八十米左右 有个俄罗斯的女人 在向他的车招手 打的是标准的搭车手势 以为当时有误 他隐隐约约的感觉 好像这个俄罗斯女人 上半身 没有穿衣服 下半身 就看不太清 当时他也是个 三十岁左右的大老爷们 心想 顺道拉他一段 找个没人的地方 没准还能来上一跑 于是 看到张手后 他便开始 潜速停车 多年的驾车经验 让他自信地以为 车会停到 招手女人的旁边 可他转头一看 车旁边并没有人 再向前面远处一看 那个女人 还是在几十米外 他路边 打着搭车手势 依旧是看不太清楚 当时他心里还在琢磨 这没道理啊 瞅着距离 也没有多远啊 应该开到了跟前才对 关键是自己也没有喝酒 他也没有往鬼城的地方想 于是就又开通了火车 准备慢慢地 朝着这人开过去 随着距离慢慢拉近 却始终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只知道上半身没穿衣服 身材很好 脸蛋也很漂亮 但是眼神就没有看着他 而是眼睛直直地 看着自己举起他车的手 车子开到女人面前 他停下货车 就在低头拉手杀 再抬头的一瞬间 发现应该在他右侧 窗边出现的那个女人 又不见了 而且正前方也没有看到 当时啊 他一瞬间就感觉 自己所有的汗毛孔 都缩了一下 包括头皮 虽然没有出汗 但是确实给自己下了口哮 疑似可以解释是眼花 那连续两次呢 而且第二次啊 还是眼睛瞅着 慢慢地开过去的 当时啊 他没有马上下车 话说啊 以前那个年代 总跑长途开货车的人都知道 节道 经常发生的事情 扇子下车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就从他的右侧驾驶室 看了眼 右后方的倒车镜 发现那个女人 在他车子的后面 就是第一次 发现他搭车的那个位置 还是那个手势 头都没动过一下 当时他自己虽然害怕 但是好急心 还是想开车过去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心想 如果是鬼 踏不了我开车装过去 就在他开始慢慢倒车的时候 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倒车镜里显示的是直线倒车 正在慢慢拉近 很大的女人的距离 但是封挡玻璃的画面 显示的却是 他的车 应该已经横在路中央了 再往后倒 就会掉进公路两侧的沟里了 多次行驶的经验告诉他 这里的路段 应该有一座 没有护栏的桥 发现不对劲后 虽然好奇心依然存在 但是害怕和恐惧 却是占据了上缝 于是他不再看到这景 而是条直车头 一阵油门 直接奔着车队方向开去 回歇的路上 他越想越害怕 因为他依稀地记得 那个路段有个桥 那个桥啊 高是十多米 而且下面的水流很湍急 但是当时他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到了队里以后 他就向队长提起 并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队长递给他一支烟 对他说 其实队里面 干了两年以上的 几乎都见过了 那个俄罗斯女孩 是个聋哑人 就在你发现她的地方 也是她出事的地方 再往前走 就是她住的家 当时因为人长得漂亮 就在当地的电视台 做手语翻译 没多久 认识了一位俄罗斯军人 他们相爱了 但是男的就在 1994年车神战争中 牺牲了 女方受不了打击 就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 整日在河边的桥上哭 有一天 他跳河自杀了 事发地点 就在地见到他的 那条河 说完队长 又洗了一口言 接着说 还好你没有到追 过去看究竟 不然我也就 咋也见不到你了 第十一个故事 我家这里啊 是个著名的产梅地 也使得很多人 以死谋生 在一个冬天的夜晚 天际阴沉沉地 下着小雪 一个开着大卡车的司机 从煤逛上出发 刚开出镇子没多远 就看到路边 站着一个围着红纱金的女人 才来车 司机匆匆扫了一眼发现 觉得不是大姑娘 就是小媳妇 于是停了车 你听说啊 他家住在距离 这不远的地方 希望司机 能带他一段 司机看到女人 穿着早红色的褂子 胸脯高高的 还以为拦车 气喘吁吁 胸脯一颤一颤的 心里逊色 这一路上不占上便宜 能和女人聊聊天 也是好的 就让女人上车 司机和女人慢慢聊着 得知女人 父 双王 只和舅舅相依为命 而且还没嫁人 是个黄花大闺女 她就开始说一些黄段子 女人只是低着头 害羞地笑着 手里揪着红纱金 司机越来越大胆 把车停在个路边 开始对女人动手动脚 女人也就半推半就地 依了 一番番语复语后 女人把杀奸留给了司机 让司机送完梅 到她家提亲 司机满口答应 说这辈子只和她一个人过 然后女人就下车 目送司机离开 其实司机已经有家事了 所以她不可能和别人结婚 一路上 司机还在回味女人的身体 暗暗偷笑 这女人是个傻子 提句甜言蜜语 就让自己得了她的身子 回到煤矿后 司机担惊受罢了几个月 不过后来发现 这个女死的家人 并没有来到镇子上找她算账 就开始向提到的司机 吹嘘这段经历 嘲笑这女人是个傻子 看大家不相信 就拿出红纱金显摆 大家哄笑着散了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司机开始整夜整夜地做噩梦 发冷汗 后来以至于连车都没法开了 梦里的那个女人 一遍一遍地质问司机 为什么不提她家提亲 司机在家里 全靠司机一人支撑 她的妻子就开始着急了 在妻子的逼文下 才说出了那晚的事情 妻子觉得司机 是受良心的谴责 所以没晚做噩梦 睡不好 所以妻子打算代替司机 去女人的家里登门道歉 妻子拿着红纱金 走到那片荒胎 到处打听女人 说人也巧 碰到一个放牙的大爷 大爷一看到这纱金 顿时吓得不轻 说呀 那是他外甥女的杀钱 还念念叨叨地说 他又出来了呢 左眉眼 妻子一脸歉意地说 您就是那个姑娘的舅舅吧 能不能去您家里呢 想见见您外甥女 给他当面道个歉 大爷为难地说 不用你们赔偿 你想见 就跟过来吧 走了一段路后 来到一个坟头 大爷说 你找的就是他吧 大妮爹妈死得早 他一直跟着我放羊 谁知道他有次搭车 让人欺负 想不开就去了 之前也有人 拿着红纱金来寻他 错业 妻子被吓得不轻 丹姐和大爷告了别 就赶快回家了 之后司机在梦中 被离诊变本加厉地折磨 说要弄死他 让他下地府陪他 一个月过去 司机已经是行龙枯狗 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妻子去镇上 找了一个神婆 神婆说这个 他也没办法 因为司机已经答应 那个女人了 除非女人答应 不举他的命 不然 就只有等死了 然后妻子就领着 年轻五岁的儿子 买了纸签相煮 去了那个女人的坟头 可跪在坟头 就怎么也点不着纸签 妻子就开始哭着 说求饭我他丈夫 说一家老小还需要他养活 可能是看到妈妈在哭 儿子也开始抱着妈妈大哭起来 这时之前 竟开始慢慢燃烧起来了 妻子知道 这是那女人愿意放过他丈夫了 领着儿子 磕了底个想头后 就连忙回家了 当晚在司机的梦里 那个女人说 看她的妻儿可怜 愿意再解放他一马 希望他好自为之 从那以后 司机咋也没有梦到过他 只是病好后 身体是大不如前 撑到儿子十六岁 就撒手人滑了 第十二个故事 这些事 发生在我们矿上的 一个私人小井口 这个小井口啊 在刚开始采煤的时候 在脚车房里 死了个女脚车司机 可能有些人 不了解脚车是干什么用的 我先说这个脚车房 就是有人操作的 大型脚盘机 主要负责 将井下的矿车 拉到地面 即送到井下 脚车的大脚盘 一般都是 卧桃地面以下的槽里 司机的面前 是两个操作杆 一个负责离合 一个负责刹车 其他就是一些 电源暗点 再就是 有个喜好铃 根据井下的铃声 他判断是放车 还是拉扯 其实啊 开脚车也挺简单的 一般脚车 只要松开离合 他就会自己运行 到了预定位置后 再次达成 所以脚车啊 通常情况下 都是自己运行的 以前我小的时候去过 挺好玩的 以为简单 又没什么危险 所以脚车司机 大部分都是女性 这个出了事的井口 就是那种 大型的脚车盘 死的是个姑娘 据说 才二十多岁 厨师的当天 他上夜班 因为那天井下的 矿车老掉到 一来二去的 就把脚车的 钢丝绳 还弄乱了 一般有经验的 脚车司机 都是叫人 来帮着手控机器 同时啊 让人用手锤拍声 但是当时是半夜 办公室离得又远 本来就在山里面 大半夜的 这个女的就每一句喊人 就自己在那拍大声 但是这个事啊 不是一个人就能干的 就在他用力敲的时候 用一用力过猛 一下就掉了下去 刚好啊 当时的脚车 是开动的 当人们在脚车盘里 把他弄出来时 肯定就拼不上 一个人形了 都烂了 据后来在场的人讲 当时港司省上面 都是肉 他印象最深的是 他的女的 扎了两个辫子 整个头皮都下来了 就粘在脚盘上 真的很惨 经口老板赶到后 马上让人收拾现场 并为了掩盖 赶紧让人 在附近把尸体给埋了 又给在场的人 下了面量 余力就说 他当天没来上班 这个老板 是个老痞子 心狠手辣 国人都挺怕的 所以就没人敢生长 加上当时 我们那边比较乱 治安也不是很好 经常有什么 小姑娘被拐走 之类的 这个姑娘家里 来了几趟 都让这个老板 没罢走了 也惹不起他 就以为是 让人给拐跑了 这事 就不了两不知 大概过了几个月后 警口又新招了 几个脚创司机 当时他们是 不知道这件事的 就在新来的司机 上了没几天后 奇怪的事 就开始发生了 那天也是夜班 大概在夜里 十一点多钟 正是交接班的时候 当下午班的工人 申请后 夜班的工人 开始准备下去 当坐着矿车 下到一半的时候 脚车突然失控 矿车飞速地 往井下溜去 因为矿井了 是个45度的斜坡 瞬间就到了井下 直接撞到了停壁上 一共五节矿车 共坐完二十个人 当场就压死了三口 其余的 也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事故发生后 老板就开始调查 首先查脚车的司机 但是问了半天 实际就说 当时没动脚车 以为刚接班 他还没来得及开呢 脚车就自己转手了 老板当然不详细 他说的话 就把他抱打了一顿 然后还开除了他 之后变本加利带 逼得女孩家里 拿了三万块钱 才勉强了事 再说那几个压死他 等人们把他们的尸体 拉上来以后 当场有那么几个人 差点没尿出来 原来死的这几个 就是当初参与过 埋那个死了的 女脚车司机的 这次井口老板 算是损失的不少 光赔款就拿了十几万 又让劳动局 罚了十万 然后停产 成顿 这样一来 整体损失 大概在五十万左右 他这话都气蒙了 没办法 他又是送礼 又是请客的 总算是可以正常开工了 然后这家伙就开始发痕 他把脚车司机 都叫来开了个会 告诉他们上班时 不许睡觉 抓住一次 当月工资扣完 还在挨揍 所以脚车司机们 都提心吊态 一点儿都不改偷了 可就在出了 这个事故的一周后 有个新来的抢车司机 当晚又是夜班 到了凌晨两点左右 他就实在困得不行了 正好当时啊 警察也没要车 他就靠在外面的 长凳子上 迷着了 正睡得香的时候 他突然听见 脚车转动的注意 他一抬眼 顿时吓了一跳 就见脚车 自己在那转的 而且在驾驶台上 有个人 就见他正推离合 当时他没看见 坐那的人长什么样 因为他老是侧着头 只能看见 他扎着两颗鞭子 于是这个司机就问他 你是啥时候来的呀 我都没注意啊 他此时啊 还以为是新来的 脚车司机的 看他没吱声 心想 你开吧 正好我困着呢 就又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 他感到很冷 一睁眼 就见那人 还坐那儿了 他就起来 瞅了过去 其实啊 他是想过去 拍那人一下 说声谢谢 可没想到 手刚碰到那人 他一下子就不见了 好像是这里 根本就没坐过人一样 当时就把他吓了一跳 他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种事啊 就妈压一声 往我点跑 半顾事打惊的 听见叫声 就出来了 一看他跟疯了一样的 跑过来 也吓了一跳 等这个司机平静了以后 他问他 到底咋了 看到啥 鬼 一个女的 一下子就没了 他带着哭叫说道 女的 啥样 于是这个司机啊 就一五一十的 把事情经过 讲了一遍 到说到 那个女的 扎了两个辫子的时候 大阿俊的手一咄嗦 他被直接碎在了地上 你看清了 他扎两个辫 是啊 他扎两个辫 穿着工作服 说 不去了 你给老板打电话吧 我不看了 吓死我了 姑娘哭着说道 这是因为警下的工人 先叫了半天的车 也没有反应 就派人上来 到了办公室 听了他们这么一说 就赶紧跑警下 跟其他人说了 然后这些人 就都上来了 就这样 惊口闹鬼的事 就传开了 等老板来了以后 让谁下警 谁都不下 因为这时候 没人想死 后来老板急了 把枪都拿出来了 又塌死他 工人们 这才不情愿地 准备下警 可是脚说房 没人敢去 都知道那里闹鬼 这时 别说是拿枪了 就拿原子弹 也没人敢去 后来这个老板 也没招了 就自己开脚车 当把这拨工人 送下去后 就在拉第一批 矿车的时候 脚车大声乱了 这时再叫人 也来不及了 他就把脚车停了 去排大声 就在他刚跳到坑里 脚车 就自己转上了 等人们赶到的时候 看到 他跟那个女的死相 是一样的 都洗把烂了 但是没人去 给他说事 一直等到他家里来人 才给他说的事 后来 这个井口就转手了 但是脚桌房拆了 夺了个地方 新来的老板 在脚桌房 做了场法事 从此 才算是太平了 有点灾好 有点灾好 没人 有点灾好 有点灾好 不等 听到 试 他